被扣查8個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回到香港 在民主黨的何俊仁陪同之下見記者 林榮基詳細講述被扣查的經過 他說在深圳遭到大酒後被帶到寧波 在寧波扣押3個月後再被帶到韶關監視居住 日前他提出想回返港探望親人 由兩人押回香港 而扣押他的單位聲稱是中央專案組 李國豪報道 銅鑼灣書店五個人失蹤後 只有林榮基願意詳細講述經過 我作為五個人 負擔最少的人都不出聲 香港人沒有格鬥 我盡可能 盡可能 我是 會很大量考了兩年通宵 才會 將這件事不認本本 和你們 國務堅持 也都告訴全世界的人 知道 原來如果這件事不作為我習慣的事 或者出現的事 是香港人的底線 香港人是不會向他負責的 林榮基在去年10月24日 經羅湖到深圳想探望女朋友時 在出入警管制站被扣留 當日被帶到深圳一間派出所 扣留一晚 第二早上被壓上火車 被蒙住眼帶著鴨舌帽 坐了十多小時 在寧波下車 再坐私家車到另一個地方扣押 對方要求他簽字 承諾放棄尋找律師和聯絡親人 盤問他有關銅鑼灣書店的經營狀況 為何要寄書回內地 指他帶書回內地違反刑法 林榮基說其他銅鑼灣書店失蹤的人 都被帶到寧波 扣查了三個月 他被帶到韶關監視居住 也被安排和書店股東李波 在深圳會面 獲發10萬元遣散費 林榮基說可以反港 是因為想探望親人 對方又提出要求 張奉是說書店以前代人寄書的記錄 和硬件帶上去給他作為證明 由於他之前審問我的時候 我又想不到 他會通過 我記得的是李波 在香港 將硬件上去給他 然後將硬件的資料 在電腦上放給我看 叫我認認哪些人訂了書 跟哪些人有甚麼關係 我知道他是根據我的資料 去查問那位讀者 我為甚麼都在說呢 因為我不敢說 我怕的是那些讀者受到認識 而他們以為我們香港人 或是我 出賣他們 就不要這樣做 至於在內地接受訪問 林榮基形容是被訪問 人家不知道 我真的有導演 有台詞 要記 要練 他批評香港政府未能提供保護 又對香港人願意為事件遊行 覺得很感動 NOW TV記者李國豪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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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